哈喽,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我是梦幻球王在我家的Vivian 梦幻球王在我家也开启付费订阅咯 现在只需要一个月75元台币 75元 就可以加入梦幻球王在我家的 专属VIP的会员 那专属的VIP会员呢 可以享有每个月的 专属独家的食谱影片 然后还有不定期的翻车镜头啦 幕后花絮啦 甚至是小撇步的重点提醒的影片分享 那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 加入我们的VIP的订阅会员 那怎么订阅呢 就是点进去我头像有加入那两个字 就直接点加入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相关订阅的资讯 那欢迎大家加入哦 好,那工商服务完毕 就开始进入今天的食谱分享哦 哈喽,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 我是梦幻球王在我家的Vivian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 好吃的古早味小吃 然后这个小吃又是各地都有不同名字 有人叫它麦子煎 面煎果 甜煎饼 三角饼 满煎糕 哇哩哩,它真的名字太多了 到底一种点心要叫多少名字啦 烦死了 好啦,不管我就叫它麦子煎 反正你们都知道它是什么 就是发酵的面糊做成煎饼 然后煎饼的内馅呢 夹有花生碎 芝麻 跟糖 小时候真的蛮常吃的 但长大之后呢 真的越来越少见这种点心 偶尔会在某些夜市看到 今天学会了 大家就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制作 不啰嗦,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一目截图 文字细节也会留在资讯栏当中 用酵母发酵 或是用泡打粉快速版 食谱都给啰 首先先来制作内馅 本来用的是烘焙过的花生米 打细成花生粉 但我试了用其他的坚果类 其实效果也很好,很香 所以你想用哪一种低温烘焙过的坚果都可以 当然最传统原始是用花生粉 自己低温烘焙过或是炒过的花生 去皮之后打成细粉 我觉得特别的香 如果怕麻烦的话 直接买花生粉 当然也是可以 糖的部分现在选择也很多 我建议可以砂糖混黑糖 或是混一些冰糖 甚至有一些椰糖也很香 我自己是觉得搭配不同种类的糖 口感层次会越丰富 中间是黑糖 这次买到的颜色比较淡一点 画面右边的是有机冰糖 颜色反而比较深一点 怎么搭配比重随自己 我们就把所有内馅的材料 全部混拌在一起 芝麻的部分我觉得带颗粒的比较香 黑白的各放一些 最后加入花生粉或坚果粉 然后搅拌均匀 这个馅料就可以放一旁备用 这个馅料基本上包麻吉 超级好吃 接着来制作外皮的面糊 就直接把面皮的材料混拌在一起 我今天给了两种版本的配方 一个是酵母发酵版 一个是无铝泡打粉的速发版 我先示范酵母版 就加入吉隆速发酵母的这个版本 绝对是用酵母发酵的方式 口感比较好比较香 就直接把所有材料混拌在一起 搅拌到没有粉粒残留的状态 因为刚刚的面粉没有过筛 所以我们直接把面糊过滤一下 这样子没有搅拌均匀的粉粒 就可以被过滤出来 我觉得过滤了面糊呢 之前基本上就不用过筛面粉 可以偷懒少一个过筛面粉的动作 这个部分没什么技巧 就是面糊过筛一下 然后筛网记得要有一定的细致度 但也不要过密啦 基本上面糊就是细致的没有颗粒残留 就直接准备来发酵 可以盖上一个盖子或保鲜膜 然后放置在温暖处发酵 我的水波炉刚好有发酵功能 所以我直接设定发酵功能 30度一个小时 没有发酵箱的朋友没关系 直接在密闭空间放一杯热水 就可以造成一个有利于发酵的环境 夏天的话直接放常温就可以 就直接给它发酵60分钟啰 另外这个版本是泡打粉的版本 就按照泡打粉的配方 全部材料混搬在一起 需要过滤面糊的可以过滤一下 接着放置在常温静置20分钟左右 这个不是在发酵哦 这个是在松弛面糊 松弛过后整体比较稳定 那我今天示范以发酵的这份面糊为主 时间到后我们取出发酵好的面糊 大家可以看到表面有一些孔洞哦 面糊是发酵整个蓬蓬的状态 今天的锅具建议用不粘锅才会漂亮 不粘锅有个重点 就是加入些许的油脂之后呢 我们快速的擦拭 就是要把多余的油给擦掉 但是又要让少量的油脂 渗透到孔洞缝隙当中 就是有点油又不太油的状态 这时候我们可以开火 不用热锅就可以直接倒入面糊 前一两分钟可以是中火 但之后就要调成小小火 直接冷锅就倒入面糊 前两分钟是中火 之后转小火后就可以盖锅盖 有一点点像是煎松饼的概念 这个部分是偷偷开盖拍给大家看的 加热的过程 面糊的表面就会冒小泡泡 感觉很像在呼吸 然后面糊表面刚开始还是湿湿的 渐渐表面就会干燥凝固 当面糊稍微膨胀干燥 表面出现小洞洞时 就可以取糖线 铺进拌面的饼上 这时候饼皮要对折成半圆形 我今天用的平底锅是20公分的 有点太小太迷你了 所以最后的成品会做出比较厚板的麦子煎 建议大家可以用到26公分的 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 可以面皮比较薄一点 然后馅料感觉会更多 因为铺糖线的面积会变得更广 不过我这个虽然是迷你版 还是一样好吃啦 反正就是看自己喜欢面皮厚 还是面皮薄的版本 锅大一点 摊出来的面皮就比较薄 锅小一点 面皮就比较厚 稍微放温一点 我们就可以分割来食用啰 超好吃的麦子煎 等你交作业啰 这个小吃的口感基本上就是比较扎实一点的 不像海绵蛋糕哦 我不要期待它是蛋糕的质地啦 那这个就是用无铝泡打粉制作的快速版 也还是不错哦 不想等发烧的时间就可以用这个版本 这就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 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好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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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do better